正能量之星上快乐粉丝会 哈喽快乐粉丝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徐明浩 首先我觉得通过自己的力量 然后可以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不管我自己还有喜欢我的人 可以一起做一些正能量的公益 青春节结束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综艺 对有时间的话 对也会去录一些综艺节目 然后做一些活动之类的 我觉得这一次录快乐粉真的有一种 不是我在录而是我在看的感觉 就非常开心能和我真的是小的时候看电视 就非常一看快乐粉丝和我的表姐一起 然后没有想到会有来了一天 我觉得就是很好的经历吧 希望你开会自己一起 嗯其实我想尝试关于艺术上面的事情 以后也想做一幅很大的那种画 然后也想开画展呀 然后在摄影上也想多拍一些照片 其实最希望的还是可以以后的话可以世界旅行 然后感受不同的文化 然后把自己的情感更加拼复起来 我觉得可能是我一个也不是说最近了 是我一直比较我的一个特点就是 穿卫衣的话会这样系一个蝴蝶结吧 啊最近的话真的没有时间去太多的购物 我挺想再次尝试一下银色吧 最近我盖到一个一个字可 但我不太明白这个可是可爱的意思吗 还是可以的意思 我是不太知道 啊都有呀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有见到我 但是他说的是可以是什么呀 想象一下 我可以喜欢你 我可以 我可以看你 啊这个意思 ok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什么意思啊 没有人在一起 没有人在一起 啊 啊 然后 XXXX的 S比达到L 不知道 不知道 少数了 ok 其实我并没有去 统计过这种 但是我觉得 感谢每一位喜欢我的人嘛 我觉得不管你是 什么样的粉 都是我的粉色 都是喜欢我的人嘛 所以感谢每一个喜欢我的人 啊 我拍照的时候呢 如果是用 正常手机的话 我可能会用 基本的 相机去拍 然后后期去调色 然后跳 然后拍照的时候 我比较注重比例 就是如果是一个 呃 正方形的话 会把人让我放在中间 或者就是左边的线上 或者右边的线上 然后风景的话 比如说是海的话 就是天空多少比例 然后海多少比例 就是我会自己找一个 我舒适的这样一个比例去拍照 你也撑 你也撑 我只知道低和点 小棉花好像是徐民靠的缩续 我觉得 就是他们喜欢就好呀 你们喜欢就好 哎呦 像 最近的话就是 荤素搭配 然后多吃 因为我想 稍微长一点肉 所以最近的话 我不会 太避开某种食物 反而是 就是尽量有什么吃什么 因为像我这种体质 只有多吃才能胖 嗯 然后多喝水 水一定要多喝 多喝水多上 怎么会有 deuda 请你问你 怎么会有你的想法 梦想上 其实 我 能 这样做一人 能做一三点初道 其实我觉得 都是因为 我选择了 我想去做 然后 然后 通过我的想法去 和爸爸妈妈沟通 然后让他们能理解我 让他们能支持我 然后选择了自己的梦想 我觉得首先是不能放弃 因为梦想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实现梦想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的辛苦呀 艰辛或者是很多的疲惫 自己都是要承担的 不能去埋怨别人 然后还有很多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命中注定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算来了 也要很好的去面对 还是要相信自己吧 好 接下来我会用东北话来说一下 粉丝给我的留言啊 建议徐明浩适当上网 冲个浪杯 嗯 好 我其实我最近也偶尔会翻开微博去看一下我呀 然后或者是关注一下圈子呀 之类的 所以是有 你值不值得你超爱的 你超可爱的 你超可爱的 括号不承认也没有 那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 谢谢你 虽然快板四年没练了 但是你打得真好 以后是不是继续打算练呢 其实快板在儿时真的练了特别多 就是经常会在厕所里 厕所躲一下我旅行 我经常会在厕所里 妈妈会让我每天都练30分钟的快板 然后基础打得比较好了 现在已经四年没打了 但是还是可以捡起来 以后的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去练 但是还是因为住在楼房里比较吵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然后也因为比较忙 但以后的话 我会有时间去练 青春有你 没结束的时候 天天期待星期五的 到来现在节目结束了 以后的每个星期五 可怎么办呀 以后的每个星期五 你们可以翻开书 看看书 然后多陪备家人 然后多 给自己一些空间 然后好好的和自己相处 对这就是 推荐你们可以做的 星期五的事情